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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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 失事客机机行为波音737 于当地时间8点38分从爱塞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起飞 计划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比 客机起飞后不久于当地时间8点44分左右 在距首都约45公里的比少夫图附近坠毁 24小时飞行雷达网的数据显示 客机起飞后曾经有突然下降的迹象 随后又有拉升 之后消失在雷达中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展开 爱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已经通过社交媒体 表达了对遇难者家属的深切慰问 爱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官方社交账号发布消息称 爱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已抵达客机失事现场 他向遇难者家属质疑深切的慰问和哀悼 爱塞俄比亚航空是在非洲国家航空公司中 运营效益较好的一家航空公司 也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家航空公司 在去年的十月份 那么同样型号的飞机在印度尼西亚 狮子航空公司 狮子航空公司 但是这个情况和这次又不一样 因为这次遇难者是三十多个国家 对于遇难者 上次印度尼西亚那个事 好像大部分都是东南亚一带的 没有中国公民 没有中国公民 就是影响不一样 所以当然了 这个73G MAX 8这种飞机 是波音最新型号的飞机 主打王牌 对 全世界大概已经卖出去 三百多架 近三百架 中国有九十多架 美国有七十多架 所以这个飞机都是在爬升的过程当中出事 出事的模式基本是一样 所以这个事就是引起了这个世界各国的这种 对这种新型飞机的警惕 那中国是第一个宣布停飞的 那截止到今天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3月14号的上午 那俄罗斯也是这个宣布停飞这种迹象 最关键是昨天美国宣布 对对这个是影响非常大 这件事最近几天大家都特别关注 因为这场击毁人亡的事故 在航空史上是一起很大的事故 关键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 现在正引起了大家的充分的注意 过去的飞机失事有很多 那么专家都进行了讨论 重点是很多飞机是人为造成事实 比如说空中相撞 操作不当等等 但是这一次显然是飞机的控制系统出了问题 一旦飞机的控制系统出了问题 就不是单个的问题了 它就是整个机型在控制系统的设计当中 是存在缺陷的 那么这样的话 而且目前还在寻找这个原因 已经说是有 已经查到了一些原因 但是怎么解决 这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它引来的一个社会效果 就是说大家对这种飞机产生了畏惧 现在就不敢做了 很多人只知道波音俩字 一听说波音的飞机 吓得现在都有点紧张 本来很多人坐飞机就有恐惧症 这一摔再加上大家在这么一宣传 今天我们这一说可能也有点效果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据统计 飞机造成事故死亡的人数远远的低于汽车相撞 汽车事故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想把这个事情就说一下 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确实飞行的安全程度是越来越高 但是飞机如果发生击毁人亡的这个事情以后 会造成了很大的震撼性对社会 现在很多专家对这一次的飞机实施 波音737 MAX 8的飞行 做了很多分析 那么有些也是带有技术含量的分析 那么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飞机在爬高过程当中 它的传感器如果发现飞机的这个爬升有问题的时候 它会启动自动的这个往下压机头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飞行员也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按照惯例是可以关闭自己自动系统 改为手动的操作 但是呢 现在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这套系统的设计无法关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套系统新装这套系统以后 很多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培训 所以他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 这些是目前机器人 就是人工模拟这个行业里头 现在出现的问题 在呢千军一发的时刻 可能只有几秒判断的时刻 到底是听 机器人是听还是听人的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谈到 它这个自动系统的问题 其实呢也有人分析 即使是手动 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因为这十秒钟的时间 就是你反应过来 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大概只有一两秒 给你留出手动的时间 就是即使你知道 你根本你也没有办法了 即使经过培训 直到到时这个一看不行的话 才去手动 这个时间呢 已经来不及了 这就是这个现代科技 发展到今天 很多都是全自动全自动 自己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自动 就产生叫做自适应 这个自动化的行话来讲 叫自适应 那么这个机器人来自能 人工智能来讲 叫自我学习的功能 他一旦掌握这个 你就你就没有办法 来来来 这也是著名的 已经过世的物理学家 霍金的一个预言 就是未来的灾难 可能来自于机器人 就是一旦他有了思维 一旦他的这个思维 简单的说 就是不受人类的控制 而他自己在那思索的话 可能对这个世界 就会造成威胁 首先他要把他自己 解放成一个自由人 对吧 那么所谓自由人 就是不受人类控制的 很可能就能带来危害 这个就是说 这个飞机呢 其实是一个最新的飞机 是吧 半年之内 两次同样类型的事故发生 那么这涉及到美国 因为美国呢 是昨天特朗普总统 采取这个紧急措施 就要求这个所有的这个 不仅是这个737 MAX 8 还有9 9都要停飞 那么在这个3月12号呢 这个交通部长赵小兰 为了这个 也不能说 为了证实这个机器没问题 还特意从德州和他的团队 坐这种机型飞机呢 回到这个华盛顿 但是呢 特朗普在昨天就宣布了 那么今天呢 就是3月14号呢 俄罗斯宣布 这表明着整个这个就是拥有737 MAX 8这样机型的所有的国家都宣布停飞了 那就是这个为什么美国宣布的这么晚 这里边呢还有点事 这个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波音公司呢是在美国国会的游说团体当中呢 这个最强有力的 最强应该是第二大的游说团体 对对对对 每年的游说费用呢应该是1500万 这是第一 第二呢波音公司也是美国这个五角大楼的国防部的第二大的签约商 就是这个因为他向军方提供一些这个包括飞机设备等等 第一可能就是马丁那个叫叫叫叫叫那个那个那个军号公司 对对对 这第三 这是第二 第三呢就是说这个美国政绩的旋转本 什么旋转本 就是说波音公司出来的很多这些高管 在美国政府担任 尤其是在军方任 军方 现任的国防代理部长 好像就是从波音出来的 而且他原来领导的研发团队 正好是737 MAX 8那个团队 另外就是说 你看刚刚现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力 据说也被任命为波音董事会的董事 就是说波音公司 它不单纯是一个私营的飞机制造公司 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世界上可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 它和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有的千十万点关系 所以因为现在波音公司 它这种737 MAX 8这种机型在全世界销售 大约据说是4000多家的定带 那这种现在中国有90多家 美国有70多家 那么这种机型一旦停飞以后 对波音公司造成的损失呢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可以说无法估计 现在呢有人估计了这个波音的市值 大概现在是将近5000亿 说这一次造成的事故 整个呢可能会给它带来至少是300亿 上限可能到1000亿的损失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呢 首先呢这个波音737 MAX 8和9停飞以后 要对这些所有的飞机要进行重新的维修和检查 它不像咱们的汽车 汽车我们召回以后 你约个时间自己开到纸径商那儿 对不对 它就给你减瘦了 它常常是几十分钟的事 那么一架飞机呢 是不可能全部飞回到美国博音公司 怎么办 只有派人 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而且还要再找找原因之后 好这是第一 第一个损失 第二个损失呢 赔偿 那么两架飞机抓起来 实际上现在印度尼西亚狮子公司 已经开始求偿了 在这个求偿过程当中呢 没想到 埃塞哥比亚这架飞机 一摔又变成了律师手里 有力的证据 对吧 这原来还可以抗辩一下 现在无话可说了 那么反过来 前面摔的那架飞机呢 那么和这架飞机是有关联的 这两件事连起来以后 这次波音就赔大赔大发了 第三 对波音的声誉的打击 那么这样的话 订单很可能要取消 一般来情况来说 你订了东西 你要取消的话 没有合适的理由 可能你还得罚禁 对 但这一次我估计啊 可能你还不敢 不能收人家的罚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对波音来说的话 可能是一次沉重打击 股票已经掉了百分之几了 好像 所以这个不单单的是一个坠机的事件 这个涉及到波音的整个的经济 波音的公司的声誉和它的盈利 那么也同时 实际上为什么特朗普也出来呢 实际上对美国的社会层面也是有很大的打击 对这个波音这个737 MAX 8这个机型 这个每一架飞机的利润 我看了一下报道 是1200万到1500万美元之间 对啊 这个利润应该是很高的 但是飞机本身呢 造价也很高 造价也很高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从这个航空史上看 那么一种机型出现重大事故以后 一般这个机型都没有了 这是以前呢 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和谐 和谐客机 和谐客机呢 在这个大概是2005年吧 出现一次重大事故以后呢 法国飞纽约吗 应该是飞哪儿 我忘了 就是说 就这个和谐飞机 就这种机型 就没有了 它再也不生产了 因为你这个东西出现事故以后 飞机 登飞机的人 一看又是这个机型 它心里就是产生恐惧 另外呢 类似的是这个苏联的图144科技 据说那个图144科技呢 是从生产出来 从运行那天开始 到出事故呢 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出完事故以后 这个苏联方面 俄罗斯当时的 就是前苏联了 马上就把这种机型都没有了 就图144 没有了 因为图144这种飞机 据说也是抄袭这个和谐的 也出事故 所以这种机型就没有了 那所以呢 现在出现这么大个问题 这个 MAX 8肯定不会有了 对 737是不是存在呢 这个还有待于 这个看看这个后事怎么处理吧 对 但是737这个是飞机的生育 过去一直还是不错的 还是一个老牌子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把这个 MAX 8和9还没出事 所以 但是一听 MAX 现在大家都有点紧张 你知道吗 另外呢就是这个波音公司 就是它这个机型的这个软件程序设计系统 是外包的 据说那是这个印度公司包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 因为这个很多都是外包嘛 这也是一个 这个特别是软件行业 一个惯例了 那么 因为它跟这个其他这个研发不一样 那这种实用性很强的 你外包出去以后 一旦查到这个程序设计有问题 或者有所谓的bug 这个东西这个责任 你很难分清 因为这个我们 我以前也搞过这软件事 就是说你的程序变算以后 经过反复的测试 反复的调试 但这种调试呢 毕竟都是 是在一个模拟环境的情况下来调试 因为这个飞机这种 这个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 是相当相当的复杂 什么温度 什么风速等等 反正任何一个细小的因素 都会导致程序变化 所以这也是 现在有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这种 涉及到这个人身安全 这样一个重大的这种 这个程序开发 你外包是不是合适 所以反正总之 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 还是特朗普说的好 说这个机器靠不住 还是看来越来越复杂 还是简单点好 是吧 那么另一条新闻呢 就是说这个加州州长纽森 这个在这个昨天 3月13号签署了一个暂停 这个加州执行死刑的这样一个 决定 决定法律 因为这个呢 他撤销不了这个决定 因为这个法律呢 是必须是经过的 如果要把这个法律 死刑法律取消 必须在2020年的大选 的选票上 给选民来决定 所以他只能是暂停 那类似于做出这样一个死刑 那类似于做出这样一个死刑 难度非常高 难度非常高 对对对 但是这个事儿呢 毕竟是这个有影响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犯罪啊 这个目前来讲啊 这个在加州 或者在我们这个华人生活的地区 这个也是 不能说犯罪率高居不下 但是各种这个命案啊 这个这个是经常发生 现在有增长趋势 那么你暂缓了这样一个死刑的 这个法律 暂缓之刑 其实呢 其实你有死刑 虽然是晚之刑啊 但是还是有威测力的 毕竟你是有这个 像一级毛沙罪 判处你死刑 对不对 他有一定的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这个社会的影响力 但你一旦暂停了 这个对这个犯罪的 这个气焰的增长 是不是这个有所 这个就是 就是助长了这个 犯罪的凶杀的气焰 这跟那个咱们这个州长 加州州长纽森的这个理念有 他认为呢 执行死刑呢 是对犯人的一种歧视 对罪犯的一种歧视 所以他上来以后呢 在一直对这个事呢 比较注重 然后昨天呢 宣布了暂停 暂停是暂停 但是实际上呢 他要那么要求 关闭几个死刑 执行的这个场地 这叫什么 行刑死吧 行刑死 都要取 那么现在呢 首先呢 就是说这个死刑啊 在加州啊 实际上是已经是等于没有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 实行死刑 大概是从 二零一八 一九 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六 还是 一九八六年 回复死刑以后呢 加州也确实死了 执行死刑的犯 大概有 将近不到百人吧 对 但是呢 真正执行死刑的 只有十三个 其中呢 还有呢 四五十个是老死了 在监狱里 还有二十六个是死杀了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要执行一个死刑 从宣判一直到执行 可能要十五年的时间 大概要开销将近上亿 说 因为反复的上诉 这个成本 你还得关押他 一年关押他的这个 直接开销呢 就好几万 再加上保卫他的人 还得发工资吧 他要用设施吧 对吧 所以一个死刑犯呢 他们是原来统计过 一年维持费用 大概得十几二十万 你知道吗 所以也造成很大的负担 纽森的这个原意呢 就是说 一个是从理念上说 执行死刑呢 实际上 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或者是说 是不平等的行为 这是第一 第二成本太高 因为他抓起来 判了也执行不了 在一直在那关着 对吧 背着这个名声 执行死刑犯的 这样一个州的名声 但实际上执行不了 那么还不如呢 就把它取消了 所以昨天宣布 临时取消 取消以后 当然都会带来很多 我觉得会带来很多 社会问题 为什么呢 过去中国人 有一句话叫 名不为死 你何以死拘止 意思就是说 一个老百姓 要不怕死的话 你拿死是没法来 威胁他的 对 那么现在呢 法无死刑 名何谓拒之 对 你法律上规定没有死刑了 那我还有什么可拒的 行有时候经常是在 人们的这个恶子一闪念的时候 他会阻挡人的犯罪 说你不能再弄了 这要把人要 出了人命 可就事关重大了 对对对 大家又会驻守 或者是会停下来 对吧 一个犯罪现场 那么真正要是说 这个草菅人命 是怎么回事呢 那你就什么 你死了以后 他不负责任 对对 他就可以草菅人命了 他不受到法律去惩罚 你本来现在很多 那么屠财 可能不害命 但是呢 你没有死刑以后 他觉得屠了财 和害了命以后呢 反正都没有死刑 那么很可能就屠财 还要害命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 这个社会效应 那么怎么办呢 既然官不执行死刑 老百姓的 就得加强武装自己了 对不对 咱不说给人家 老百姓给人判死刑 咱们就自己武装起来 因为这时候 入室抢劫 或者是入狱抢劫 这时候你的生命 很可能受到的威胁更大 因为这些犯罪分子 他们已经没有 死刑再威胁他们 所以在纽约是有 没有死刑的 在纽约是有死刑的 所以好多犯罪分子 都跑到纽约去犯罪 对吧 最后犯罪现场 只要在纽约 反正就不会死了 所以这个加州呢 有些政策呢 包括这次废除死刑 就暂缓死刑 另外呢 比如说移民的批护州 对 国民警卫队从边境也撤了 对不对 再加上这个大麻的合法化 有些政策确实是难免 让一些民众对这些政策产生一些看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造成这个社会不稳定 或者社会犯罪的 不能说是 根源 对可以说是根源 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呢 对纽约这个决定又大加抨击一顿 对对对 那么这是这个死刑 另外呢 就是说在加州呢 也在全美轰动 招生作弊 招生作弊 这个人呢 是这个居住在这个 Newport Beach 新港市地 这个人叫兴俄 那么这个人呢 等于他底下两个公司 一个据说是非营利的一个慈善基金会 他利用这个基金会呢 等于是拉批条嘛 就是说这个大体上的犯罪呢 就是说 你想进哈佛吗 想进耶鲁吗 好 我给你弄个什么特长生 比如说体育 那他就贿赂这个学校的教练 那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人比如说蹭竿跳 有什么成绩 跑有什么成绩 那最后呢 这人被抓以后呢 马上都撂了 就是把所有的人都供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被逮捕的人呢 起诉的人有50个人 包括这个好莱坞的明星 时装设计师 那么呢 这个人本身来讲呢 因为这个招生 等于招生欺诈这件事呢 收购了2500多万 其实这个事呢 联想起来呢 这个美国社会 这个就是他不是一个 这种事跟社会制度没有关系 这完全人性一个贪婪 所以我想这个 这种这个 这确实在美国历史上 这么大一个这个招生欺诈案 丑闻也是丑闻 前所未有 对 涉及到的名校 哈佛耶鲁 UCLA 南加纳 这个等等 确实这件事呢 在这个 这个华人社区 引起了相当大的议论 你比如说这个 这些受贿 大家知道我们华人 这个子弟 为了进名校 那多么的刻苦 你必须这个 但是体育特长生 华人好像不是太多 所以就是说 所以就是人体 华人是很大的反响 原来有很多人 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去的 这个 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管过一段招生 大学的招生 当时呢 去这个中国一个省区 招生的时候 领导还特意强调了 说去了以后 注意一下特长生 就是说 短跑啊 各方面 体育方面有特长的 在全英文会 在省运动会 拿过名次的 那么这些学生 要重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学校的体育代表 就是学校的一个门面 这个给学校的 这个 就是带来的 正面的影响很大 那么在美国呢 我们也知道 美国招生呢 考虑几个方面 一个是考虑 你的组织能力 一个是考虑 你的演讲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 考虑你的体育的特长 所以这也是 可能 有这个机会吧 大家呢 就是这个犯罪分子 就心想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 有些学生的包装一下 有体育特长 收点钱 然后呢 通过自己的关系 就塞到这些名校里头了 但是这个事儿呢 太大 太多 是是是 另外现在这个 反正是关注 有些学生怎么处理 因为犯罪那些人的事实 学生已经毕业了 跟他都 对啊 有的毕业了 所以这个 这个反正就是说 这个事儿呢 后续的发展 对 这个 值得关注 就是 我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